我这抱脾气 一边打一边都骂 让你往我往里放狗粮 你发现就把家里东西都砸了 看什么看 拿着我再卡 我砸完了 你再重新买不就好了吗 再给您降下火 你看你把你爸气成什么样 把皮带给我 你说小青还要过来劝假 尽管发一火火口笑 千万别拿我出气 你闲着就闲着呀 你多动正啊 干嘛打我们 打我呀 你这打我呀 你嘚瑟 你动手 你踹我 你踹我 你打我呀 你嘚瑟 你打我 行 打 什么曲 这俩人太无聊了 原来建国平常欺负蛋蛋 蛋蛋用这种方法来出气 小心眼啊 让他俩玩吧 咱们节目要开始了 一会儿见 过瘾了 过瘾了 白老师 女士们 女士们 新生们 欢迎人生愿望是世界核心的第一剑 Naomi 也有请约约相好 得持着的斯文 淡淡十四 进货 欢迎你们 也有请以被老婆加老为荣 你不给老婆买包为喜的 王自健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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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欢迎来到今晚八六多个球 我是王自健 谢谢大家 谢谢 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人偷东西偷到体院去了 就在斯文的故乡 陕西的西安体院 居然有一个小兔跑进去偷东西 结果可想而知 跑的时候被练短跑的追 练短跑的追上之后 一堆过来练其他运动项目的就打他 体院啊 一帮小伙子都是血气方刚肌肉男 对吧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小伙子 比他们更厉害的是那些 练举重和练千球的姑娘们 这堆学生围上来就给这小兔一顿打 我想这个小兔当时心里 一定是非常崩溃的 据说后来有人报警了 小兔不是被警察抓走的 而是被警察救走的 这个小兔来作案之前 肯定是这样想的 像往常一样 哎呀 这趟作案 千万不要被警察发现 后来被人打的时候一定在想 警察叔叔怎么还不来呀 其实说到上大学这个事呢 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 其实从我们小时候就开始了 高考一结束就开始私书对吧 据说现在愈演愈烈了 现在是高考开始前私书 最近呢 厦门的一个学校呢 就禁止学生私书 禁止学生吼楼 说这样呢 违背了学校教书育人的这个宗旨 我觉得学校的这个出发点 本身是对的 但是你必须要正视 这些学生们需要发泄的压力 既然不让私书 学生又有这个发泄压力的需求 你不是这样 你就把那些需要私书 想私书的这些学生组织起来 每天这个午饭前呢 到校食堂去手撕包菜 对吧 后来手撕包菜不解决问题了 你让他手撕鸡 好不好 后面手撕鸡又不解决问题了 没关系 组织恒电夏令营 去手撕鬼子 那当然 我个人呢 是不太支持私书的 私书是学生的一种发泄方式 但是其实 时至今日发泄的渠道呢 已经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压力越来越大了 对吧 现在我们能看到社会上 什么家暴 怒怒症 这一切一切人 每个人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火气 为什么要这样地释放出来 而我们每个人 又在释放火气的同时 成为了别人的出气筒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 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生活中这些事 让我们大喊一声 别再拿我出气了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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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今晚马铃和脱口球 我是王思健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现在正在收看电视的 各位观众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呢 摇一摇摇电视功能 就有几乎我的节目组 提供的游戏充值理券 这样的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现代人的压力真的非常大 我那个朋友有一天 就是压力很大 而本人呢又比较屌丝 所以跟谁都发不了火 收快递 快递小哥对他吼两声 他也不敢惹快递小哥 因为他想的是 哎呀 这个快递的人 知道我住哪儿啊 我对他发火之后 会不会过来暗害我啊 往我家门口泼石 可怎么办呢 对不对 送外卖的也不敢惹 哎呀 我总叫他家外卖 他就负责我的片 就更不好办了 领导我总不好撒气的了 同事 哎呀 会打我小报告吧 路人 哦 你知道路上走的都是谁啊 哎呀 怎么办 就憋闷 憋闷 憋闷久了以后 前阵子换房子 就给房产中介留了电话 有一天 非常非常心情不好 房产中介呢 正好找到了 适合他的房源 一问他 他拿起电话来 不问3721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就骂出去了 你知道吧 然后那个 那个中介小哥也很 很为难 于是把电话挂了 但是中介小哥呢 气势不舍 于是就给他发了个短信 上面写着 先生您好 基于您这个易怒的症状啊 我为您选了一套 特别适合您的房子 简直就是得天独厚 环境复杂 邻里嘈杂 邻里关系非常不好处理 而且进去以后 停车也不好停 自行车都不好过 楼下就是广场舞大妈聚集地 特别适合您那种 易怒的人发挥您的特长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联系我 谢谢 中介呢 其实热情一点是好事 毕竟呢 它是一个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就应该热情 但是有些服务行业 窗口行业 真的见人下菜碟 建国刚到上海的时候 租了房子 想买一张好一点的床 然后于是去了某家具城 那个家具城呢 是那种特别特别贵的家具城 有多贵呢 就那个一套水龙头三万多 到了那个卖床的里面 往里一走呢 人家售货员都不踩它的 但是这是客瓜子 然后建国 你好 我看看藏店 买不起 不是 你这个人什么态度啊 你怎么就知道我买不起呢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在你这 你这我看看 拿过架下一看 呀 确实买不起 哎呀 买不起怎么办呢 这口气还要蒸回来 于是就开始在这家店里面 找最便宜的东西 建国心想 我只要买走任何一件东西 你就得拿我当上帝 于是挑来挑去挑了半天 挑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脚垫 就进门口那个脚垫 一千六百多 于是就花一千六百多 买了这个脚垫回去了 那那个售货员对他态度就好多了嘛 哎呀 谢谢 谢谢 贵姑啊 欢迎下次再来啊 行 下次 下次再来 建国拿回来 然后还给我们显没了 搬了新家嘛 脚垫放在屋里面 都不敢放外面 还给我们显没了 来 你们看 看这脚垫 一千六百多能相信吗 哪有什么不相信 你价钱都没摘 是不是有病 花一千六百多买个这个干嘛呀 王哥 我跟你说气着我了 就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跟我一学 当时怎么被服务员冷落了 告诉你 我买的这是脚垫吗 这不是脚垫 王哥 这是我的尊严 明白吗 蛋蛋听完之后 立刻就站上去了 然后我就问 蛋蛋 你在干嘛呀 我在践踏王建国的自尊严 现在社会上的人 真的是说爆发就爆发 对吧 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催生了一个非常令人心酸的行业 叫人肉沙包 我一阵淡淡缺钱了 就去从事了这样的一个行业 挂了一个牌子 人肉沙包 一拳十元 就在吴江路 南京西路那里 一站 被王建国就看到了 王建国看到之后 哇 笑得都不 哈哈 乐得停不下来 我说王建国你怎么了 你吃了蜜了 你怎么那么高兴 王哥你不知道 李淡 李淡挂一牌子 一拳十元 人肉沙包 出去卖身去了 我说那你也不至于高兴成这样 那你想一拳十元呢 我粗略算了一下 我这一辈子 已经省了一个多亿了 其实呢 关于淡淡跟建国的这个关系呢 大家也都知道 有的时候我也没办法 只能劝淡淡 我说淡淡 你别老太往心里去 再把王建国打你 就让他打 你就把他当成一条疯狗 智力最低的狗 你说你跟一条疯狗 你叫什么劲呢 狗咬你一口 你还能咬狗一口吗 淡淡想了想 若有所思地走了 第二天就看到 一上班啊 王建国追着淡淡就打 一边打一边就骂 让你往我碗里头放狗粮 让你往我碗里放狗粮 淡淡一直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呢 多多少少的心理上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前阵子觉得淡淡有 就有点抑郁 就问他话他也不说 我说淡淡你现在怎么了 不说话 我说你有什么 什么不能说的 来跟哥说 哥帮助你 然后怎么问都不说话 就一副很为难 然后冷漠那种样子 然后我就说淡淡这样嘛 我觉得你可能是 长期被虐待啊 心里有问题了 这样哥给你一个 心理医生的电话 好吧 你呢就去看看他的这个 去让他心里咨询一下 可能你的病就好了 淡淡拿着我给他的电话 打过电话去 咨询了一下价格 都没去啊 只咨询一下价格 人就好了 开朗多了 跟我说 汪哥 我病已经好多了 我说你去看了吗 没有 我就问了问件 太贵了 我想了想 我还是应该 直面自己的问题 有看心理医生的钱 我不如直面自己的问题 我直接去看泌尿科 便宜多了 拿别人出气这个事呢 最常发生的地点 不是别的地方 最常发生的地点是哪儿 就是我们家里 家人都可以 肃不忌惮地拿你出气 很多的家庭里面 妻子都是喜欢拿丈夫出气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单位的夜导 但是夜导 毕竟是个单位领导 他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他在单位里 那都是 这个叫什么 遗旨气使啊 逮谁骂谁 一言不合 谁他看不出来 只人家鼻子就可以骂人家 他这样性格一个人 回到家里总受老婆的气 有一天终于受不了了 就把家里所有东西都砸了 然后他老婆就吓坏了 老婆爷你 干什么 你别管 看什么看 我这是发现 老婆听完以后 你发现就把家里东西都砸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考虑过 我发现就砸东西 反正你发现就买东西咯 我砸完了 你再重新买不就好了吗 拿着我再卡 小的时候呢 大家回到家 最怕的是什么 是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宝贝 告诉爸爸妈妈 你到底是更喜欢爸爸呀 还是更喜欢妈妈呀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你仔细想一想 小时候是不是一个家庭里 要么就是妈妈总打我 爸爸呢总袒护我 要么就是爸爸总动手 妈妈总袒护我 经常是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当初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选择了谁打你 因为你这么一说 一定会伤害一个 而他们当时一定要装作大肚 不能现场就打你 没事 喜欢哪个都一样 这种问题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就是你一定要回答 我更喜欢妈妈 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 显然是妈妈想出来的 因为妈妈在想出这个问题之前 她还曾经想出过 我和你前女友到底谁漂亮 我和你妈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我胖吗 你还爱我吗 等等非常困难的问题 让你爸爸去回答 而你的爸爸 正是回答出了这些问题 没有出过任何意外 才有了你 如果此时此刻你说 我更喜欢爸爸 你爸爸就功亏一篑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体现 孩子孝心的地方 如果你特别孝顺二老 你希望他们的感情 能特别和睦 你可以说 我谁都不喜欢 这样他们就会联合起来 一起揍你咯 这样子长期的战斗之中 就会增长一种 同志间的友谊 为什么我们这代人 要这么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80后这代人都当上父母了 你们怎么问自己孩子这个问题 你们的孩子就想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真的不好回答 我们小的时候 那就更难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认为打孩子 是一项很正当的事 对不对 叫棍棒底下出校子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对吧 这种话我也就认了 还有一句我根本不发理解 叫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你闲着就闲着啊 你多动正啊 干嘛打我们啊 那个王建国小的时候呢 就也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就是经常被他爸爸打 而且这个打啊 真的是下毒手的打 就完全不像亲生的 不管是从打的这个动作 武器 力度 招式 还是两个人的长相 都不像亲生的 打的是真的非常狠 有的时候我都看不下去了 然后王建国有时候挨完打之后 我就问他 我说国仔 你这个 你爸打你也太狠了 你受得了吗 老这么打 你还不给你打死啊 没事王哥 我是谁 我心里能没输入吗 我告诉你啊 只要啥时候我看我爸 心情不好了 一咋忧郁了咋的 我就光光喝他几口二过头 打我不疼 真的 一点不疼 哎呦 你这还真是个好办法 是吧 一点不疼 那你爸平时都为啥打你啊 因为我老偷喝他酒呗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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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叫我们八点核豆腐酒 我是王子俭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现在正在收看电视的 各位观众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的摇一摇 摇电视功能 就有几乎我的节目组 提供的游戏充值理券 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关于父母打孩子这个问题 我们现场做一个现场测试 有孩子打过孩子的 被自己的另一半打过的 或者打过自己另一半的 不管是现任还是前任 或者已经结婚了 还是离婚了 只要有过类似经历的 都举手看一下 三二一 请举手 就这么几个人啊 哎 这位大哥 屡次举手就你 挨过打还是打过老婆 挨过打 怎么打的 怎么打的 老婆来了吗 没有来 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所以为什么挨打 很多这样的事情啊 看不出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哎呦 哎 有没有打过孩子的看看 不是 我跟你们讲 你们这人就是虚伪 当然这种事当着这么多人 对吧 又是一个会全国播出的节目 多少真的挨过打 或者打过人呢 他也不好意思承认啊 那么 在现实生活中 有大量比你们诚实得多的人 我们来看看他们 生活中对于家庭暴力这个事 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请问你们打过架吗 打架不会 爸爸妈妈不打架吗 会 他们是怎么打架的 这样打的 是爸爸打妈吗 对 你们打起架来谁会赢 他赢 爸妈打架的时候谁会赢 一般都是我爸赢 爸爸赢 因为我妈妈就是 在家里比较凶的 请问你们两个人打过架吗 打架 没有 见过父母打架吗 见过 爸妈打架的时候你会拦吗 我为什么要拦他吗 他们打架的时候你害怕吗 平时在家打过架吗 没打过 爸爸妈妈会打架吗 爸爸是不是经常打妈妈 那他们是怎么打架的 好的 国瑜 家庭中文中会不会打架这件事 我们今天的四位卡词当中 唯一一个已婚人士 他有话要说 有请已婚少女 斯文 其实呢我们刚刚几个人 还在讨论这个视频 见过就非常的正直 见过就说 你两个人吵架没问题 但是两个人吵架 你绝对不能拿孩子杂气 你为什么要拿孩子杂气呢 你生活当中 就没有一个好朋友吗 我的爸妈也特别喜欢吵架 而且他们俩的嗓门特别大 一吵架邻居就过来投诉 我就跟他俩说 我说你俩这么喜欢吵架 而且还这么吵是吧 你俩就学一门手语 用手语吵架 多好 谁也不打扰 他俩还真的听进去了 他俩就真的去学了手语 回来之后呢发现 一个人学了咏春 另外一个人学了泰拳 但是你想想他古代的时候啊 古代的情侣啊 夫妻啊 人家都是很恩爱的 从来都不吵架 你像什么梁山伯与朱英台啊 薛平贵与王宝川啊 还有白娘子跟许仙对吧 人家都不吵架 特别是白娘子跟许仙 你想想 许仙如果找白娘子吵架的话 吵两句开始唱起来了 娘子 我跟你说这件事啊 然后电视剧里都是这样演的嘛 对吧 相拱 我跟你说这个事真 然后我说小青还要过来劝架 姐姐 许相拱这个 我们生活中啊 自己生了气 特别喜欢找别人去发泄 有些人呢 他自己生了气 就去骂服务员 服务员是很无辜的呀 人家是很委屈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些会委屈的服务员啊 基本都是南方人 像我们西北的服务员 不让你委屈就不错了 真的啊 我有一次我就去西安 去一个餐厅里面 点了一碗米线 服务员就过来 问你要麻辣的还是三鲜的 他就用方言问我 你要麻辣吗 三鲜的 我说那个有没有微辣 你要麻辣吗 三鲜的 我说你给我少放点辣椒行不行 你要麻辣吗 三鲜的 我说三鲜的 三鲜蜜蜜蜜一个 人生气的时候 往往都有不同的方式 比方说有些人 他会一个人生闷气 还有些人呢 生了气就会打自己的好朋友 还有些人啊 比如说我们的浇水 他以前是学播音的 你知道吗 就浇水一生气啊 他就会语音语调 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他就会瞬间念着播音枪 你知道吗 我生气了 你赶快给我回来 就所以浇水一生气啊 我们都特别开心 哇 可以看话剧了 然后浇水一听到 我们这样说更生气了 看什么话剧 快给我滚出去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夫妻之间呢 一般造成矛盾 即便动手呢 也都是小打小闹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们打起孩子来 那可就不是小打小闹了 我们来看看孩子们 都是怎么爱打的 你们打过孩子吗 没有 就小小闹了 不听话我就这样一下 就这样 你还真的打他们 不可能 爸爸妈妈打过你吗 打过 还记得是怎么打的吗 就是或者打我嘴巴 打我手 什么时候打你嘴巴过 就是这样 你打我还多一点 你们打过孩子吗 打过 打孩子是打过 爸爸是怎么打你的 就是 我爸爸看到我那样子嘛 然后就心里很怒火 赶紧去衣架上 拿着皮带 然后就说 你过来 趴在上面 然后就趴在上面 然后爸爸就把我裤子 扒了 就在拿皮带 一直打我屁股 你们打过孩子吗 我从来没打过孩子 我打过 爸爸妈妈打过你吗 都是我和爸爸一起爱打的 孩子别乱说 打过孩子吗 我打过 因为有的时候 老公惹我生气嘛 就把气撒到小孩子身上了 爸爸妈妈打过你吗 爸爸不打 妈妈打 妈妈打 妈妈打得疼不疼 讲实话 不疼 他挺耐打的 看完这些挨打的孩子 心中此起彼此 接下来我们有请挨打界的翘楚 伤痕累累的丹丹出场 大家好 我是李淡 孩子挺可爱 童言无忌 一般小女孩挨打 就都是妈妈打 是吧 不像我 小时候那都是混合双打 主要都是我爸爸 这个男孩子 可能都有这种经验 肉体上的疼痛 很快你就习惯了 最可怕的是精神折磨 我爸呢 打我就总是精神折磨 什么精神折磨呢 他总问我问题 一边打我一边问 你知道错哪了吗 这个为什么是精神折磨 因为这道题没有正确答案 你说知道 知道还犯 我说知道哪错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从小就是这样 我有时候都怀疑 他不是想问 他就是调节气氛 我问你 怕尴尬 而且我爸我妈配合得特别好 一般爸爸打孩子 妈妈会旁边劝架 我妈也是 他倒也是劝架 爸拿皮带抽我 你看你把你爸气成什么样 你爸在外面辛辛苦苦一天 回来这么累 把皮带给我 从小就是这样 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打油诗 作者已经不可考了 叫陌生气 经常中年人还爱转发 其实这个流行了很多年了 我爸有时候会看一看 我觉得这可能挺管用的 有一回他又要打 我说爸 等一等 人生就像一场戏 戏气坏身体没人气 好几百字给背完了 背完以后 我爸果然平静了不少 面沉如睡 跟我说 这种破玩意儿你背得下来 客文咋就背不下来 那你一个还 刚刚看那个采访里 我发现他们家长有一个趋势 就是问你们 夫妻之间打架吗 都说不打 问打孩子吗 都说打 这个其实这个可能还是中国人的观念 就是你夫妻之间打架不好 家庭暴力 打孩子也一样不好 不要拿孩子撒气 是不是 你要打成年人 你势均力敌 还好一点 你欺负一个比你弱小的人 对不对 爸爸你看这期节目的时候 注意一下 不要再打我了好不好 我也搞大不小的了 这个淘宝客服 可能是中国脾气最好的一些人了 是吧 怎么都不生气 亲态度特别好 有时候好到就挺个瘾的 我就亲亲 态度好过分 我前一段时间 在淘宝上买了个相机 镜头有问题 我想退换货一下 联系他 亲我是三号客服 晶晶有什么可以帮你 我都已经告诉他了 我说我想退换货 亲这个我们的流程 说吧 态度很好 但是他说不清楚 你们经常应该也遇到过这种客服 他态度好 但是不解决问题 我说你这样 你别别亲 你这个 我把电话号码给你 你给我打个电话 咱们电话给他 亲好的哟 然后马上打给你 电话响了 我说喂 哥我是晶晶 这个事这样这样这样 很好 说话吧 挂个电话 我还处在震惊之中 看着这个电脑屏幕 旺旺又蹦出来一条 亲有事记得继续联系我哟 谢谢大家 我是李战 李战刚才说了那么多 还在抱怨父母打他 为什么 说明他至今还记得 那一道一道的伤痕 小孩被你打了 你以为他会忘掉吗 他忘不掉的 孩子到底记仇不记仇呢 你觉得孩子被打的话 会记仇吗 记仇啊 记仇那是真的不会 爸爸妈妈打你会记仇吗 你想记到几岁呀 九岁 你觉得孩子如果被打的话 会记仇吗 这个不会 不会 这个还好 爸爸妈妈打你的话 你会记仇吗 会的 因为他们打我的时候 我会心里很他们 但是不会嘴上说说很他们 你打孩子的话 孩子会记仇吗 我们小孩就会记仇 不会 他不会记仇 爸爸打你 你会生气吗 为什么要生他们气啊 作为小男子汉 爸爸打你 你会还手吗 不会 为什么 还手他不就打得更重吗 觉得孩子被打以后会记仇吗 不会啊 天生乐天外 只要有一样开心的事情 大家就会笑个半天 爸爸妈妈如果对你凶的话 你会记仇吗 他们是怎么凶你的 那么究竟孩子会不会记仇呢 其实我们很多人 长到现在这个年纪呢 距离挨父母打的那个年纪 已经很远了 有的事真的记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现场有这么一个人 距离挨父母打的那个年纪 也刚刚过去了半年 我们又想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刚才那个视频里面 说什么问很多问题 问小孩说你记不记仇 那小孩子很尴尬 对不对 他怎么回答呀 他如果说不记仇 那父母就想了 对吧 哎呀我孩子脾气真好 对不对 回头我打的时候就放开打了 如果你说记仇呢 对吧 你说我孩子真的是不想活了 我妈妈曾经也问过我 就我小时候也问我 池子 妈妈就是打你最狠的那次 你还记得吗 你不会记仇吧 我说妈妈 妈妈我不记仇 我妈妈说 哎呀你池子 你真是个好孩子 我说妈妈 真的我不但不记仇 我都不记得 对吧 你打我最狠那次 你给我打晕了呀 视频里还问了 说爸爸打你你会还手吗 对吧 那孩子怎么说 对不对 他怎么还手 对不对 那孩子长到哪儿啊 对不对 他跳起来就打你肚皮 对不对 我爸曾经也问过这个问题 说池子 那个爸爸打你你会还手吗 对吧 当时我就说 爸 你傻不傻 对不对 你知道以卵击食吗 你用你脑子想想 我打得过你吗 你脑子有病 我打得过你吗 然后建国他爸爸也问过他 对吧 说建国 那爸爸打你你会还手吗 那建国说 爸你傻不傻 你知道什么叫以卵击食吗 对吧 爸你用脑子想想 你打得过我吗 我也看过别的家长打孩子 特别狠 就是拿孩子撒气 那天我看一个家长 你给我蹲下 那孩子就蹲下 你给我站起来 就站起来 我那看了二十多分钟啊 我特别心疼那个孩子 对不对 因为坐蹲骑挺累的 还有啊 有前几天我在地铁上 看到一对母子啊 那个一上地铁 那个孩子就一直 妈妈妈妈我要买玩具 买什么玩具 你安静点 妈妈妈妈我要买冰激凌 你买什么冰激凌 你别说话 妈妈妈妈 你别说话 那孩子停了五分钟说 妈妈妈妈妈 咱们坐过站了 然后我小时候 我妈妈也总吵我 真的她也就是 拿我撒气之类的 我一犯错 就你吃着你给我过来 我就过去 吵我一顿 我就去哭了 然后有时候 吃着你给我过来 然后打我一顿 我就去哭了 有时候实在 下雨的时候 没事干 身体给我过来 我就过去 去哭 我就去哭了 我小时候 我妈妈确实 确实经常打我 这是真事啊 就是我一犯错就打我 有时候我小时候 我摔了一跤 我都赶紧站起来 装作没有摔过的样子 因为我知道 我妈打我 比摔跤疼多了 有时候真的摔的 浑身是血啊 那都站起来 真的特别坚强 一点眼泪都不流 我妈就问 宝宝你身上血怎么回事 妈我不知道 好神奇啊 你看喷血呢 然后还有很多人 就是撒气啊 就是很多人生气 就撒像给陌生人 就一次我打车 下雨我打着伞 进出租车的时候 可能那个雨伞上 有水滴到座位上了 那师傅就生气 很不耐烦 就说小伙子 对吧 你没有素质啊 对不对 你替我考虑一下 我也替你考虑 对不对 你这伞 这水弄我 这个椅子上 我替你考虑 你也替我考虑 如果我不替你考虑 如果我把车 现在开一个沟里 你看你看 咱俩就不舒服 对不对 你说我现在 如果急刹车 你看流鼻血了吧 对吧 如果你看小伙子 现在我生气 我给你赌气 对吧 我跟这喝一瓶酒 蹲蹲蹲蹲下去 一会被焦警抓了 真被焦警抓了 所以大家不要生气 真的 你生气的话 有会伤害的就是自己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看了这么多 关于爸爸妈妈打孩子 还有爸爸妈妈 互相伤害了问题 大家一定非常好记 在家庭暴力 这个话题领域里面 最终的问题 又是什么呢 请问你们觉得 孩子更喜欢谁 妈妈 有的时候我说 妈妈打你们 打的 妈妈打我还是妈妈好 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妈妈 可是妈妈打过你啊 有吗 有的 没有啊 妈妈很长时间没打了 我忘了 你们觉得孩子更喜欢谁 我觉得应该是他爸爸吧 如果大灰狼来了 你想让他吃掉谁 请问你们觉得孩子 更喜欢谁 爸爸比较凶一点 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我喜欢爸爸妈妈多 是都喜欢吗 嗯 如果葫芦娃里面的时间 要抓走一个人 你想让他把谁抓走 爸爸 请问你们觉得 孩子更喜欢谁 应该是妈妈吧 你是更喜欢爸爸呢 还是更喜欢妈妈 都很喜欢 如果葫芦娃里面的时间 要抓走一个人的话 你想让他把谁抓走 爸爸 爸爸 为什么选择抓走爸爸 妈妈可以生孩子 爸爸不可以 好 最后一个小朋友的回答 那简直就是高雾剑岭 铁湖灌顶 那么最后的终极问题 我们就交给最终极的那个人 来解决 有请建国聊一聊 他的老爸老妈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建国 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比我们小时候勇敢太多了 我们小时候哪敢像他们这么说话呀 你想当时那小孩说 说那个妈妈已经很久没打过了 我都忘了 我没敢这么说话吗 你忘了 换起你的回忆还不容易吗 我们小时候被别的大人问 说你爸你妈打你吗 我们的回答绝对不会是很久没打了 我们回答肯定就是斩钉截铁的 从来没打过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不敢告状啊 早就被打服了 我们小时候呢 也被问过这种类似的问题 什么大灰狼把你爸抓走怎么办 我当时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我仔细想过这个逻辑啊 你想 大灰狼如果答那个小学二年级的数学考试选择 它能计格吗 它不可能计格对吗 它是一个动物 它凭什么计格 那我就不怕了对吧 它考试不计格肯定会把我爸打死 其实打孩子非常的不好 你想这个东西多低端呢 也不解决问题 你说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核武器 那是用来轰炸你的吗 那是用来吓唬你的 你只要让孩子明白你能打他这就够了 你看在我孩提时代的后半段 我已经完全不需要我爸妈再动手了 他们只要我有什么出格的举动 他们就一个眼神过来 就一个眼神过来 我就说当然他必须得收敛了 对吗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 是一个眼神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我马上就打 我觉得呢 这个小朋友们呢 也应该体恤一下 就是家里人了 你看我小时候隔壁 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父母离异 他呢爸爸在东北 妈妈在海南 所以他就是经常来回两地跑 然后有一天我妈就问我说 建国你会不会很羡慕这个孩子 他总能去海南玩 我说妈妈我不羡慕 你想啊他虽然能去海南玩 但是他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有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羡慕我 你想当时那个家庭多温馨的那个气氛 后来很久以后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当时我要是回答羡慕 你是不是会很伤心呀 我妈听完擦擦眼泪说 孩子如果你当时要是回答羡慕 你爸就能带咱俩去海南玩一趟了 谢谢大家 我是建国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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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9万862 9万862 我是王子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各位电视观众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 拿出微信的摇摇摇电视功能 对厂上的四位嘉宾 进行人气嘉宾赞赏投票 选出我们心目中的人气嘉宾 刚才我们通过街彩和四位的介绍 以及我的一些个人观点 我们聊聊在家里面 小家里面出气是一个什么情况 在家里面这是干什么 都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爱 对吧 但如果在这个社会上 大家 大家里面 陌生人之间 你随便拿别人出气 那就不行了吧 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 而且不光是骂 甚至就会大打出手 这对关系叫医患关系 原来问他们 你们最崇拜的医生是谁 普遍共黄飞红 为什么 国际品质 华人配方 卑美冠军宝贝奶粉 与您相约 今晚80后脱口秀 反正现在医患关系 我们现在甚至有的时候 在那些医院里面 原来就 我认识一些医生 原来问他们 你们最崇拜的医生是谁 我国古代名义什么 扁鹊 华佗 张仲景 都有你知道吧 就是说什么 说什么都有 完了以后 最近这些人都不存在了 没有一个是医生们的偶像 现在我国医生的祖师爷 普遍供黄飞红 为什么 开药治病 黄飞红跟扁鹊 华佗是一样的 都会 而宝之灵是没有人干来闹事的 国际品质 华人配方 被淫美冠军宝贝奶粉 与您相约 今晚80后脱口秀 好了 这就是这一集的脱口秀 这一集你们好 愿你们这一月过了一块 小白 本区的人气嘉宾也产生了 他就是好久都没获奖的池子 这位选手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就跟他说 你管呢 然后导师一定就怒了 对吧 我们 我们这么有实力的音乐人 你有什么梦想 我实现不了 我跟他说 我想长生不老